大家知道,现在我的三位战友正在浩瀚的太空出差 每次在太空听闻党和国家的大事喜事 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强的精神激励 我们是幸运地步入了新时代 从2013年我首次飞天,到一年前再次飞天 这十年中国在人航天视野捷报频传,永攀高峰 我们有了更广阔的飞行平台,更长的飞行时间 有了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由衷地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十年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 当年神舟五号首次飞天,我有了自己的飞天梦想 但那时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够飞上太空并到舱外漫步 还能在太空给孩子们讲课,点燃他们的飞天梦想 如今第一批听我太空授课的孩子们 有很多也已经成为了我航天战线上的队友 所以要问航天视野带给我的最深刻的感受 一个是时代的力量,另一个是传承的力量 今天站在党代表通道上,我同样感受到这种力量 媒体朋友问对未来的中国航天有什么期待 那现在第四批预备航天的选拔已经开始 欢迎更多有志青年加入我们 再过不久,中国空间站也将全面建成 我们也期待和国外同行一起进驻中国空间站 共同探索浩瀚宇宙 最后,我想说,心有意自飞云与天际 梦无垠当征星辰大海 我的诗和远方一直在星辰大海的路上 我们时刻准备为党冲锋,为国出征 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用实际行动书写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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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